随着大家对戏剧题材的要求越来越高,各种类型的电视剧也在不断创新,而最近抗战神剧可谓是层出不穷,观众也好像挺热忠于看这类题材的电视剧,其中不乏有一些惊人神剧的出现,剧中有些剧情实在是不敢苟同,简直要把人们的三观都颠倒了,不得不佩服编剧的脑洞之鱼,也感叹这是对历史大大的不尽。 而今天要来说的就是因为拍这些抗战神剧被毁了的演员,第一个演员名为王景,入行前他曾做过专业运动员和警察,随后才改行成了真正的演员,因为他本身的职业的关系,所以他揭拍的都是一些有关抗日或警察类的相关电影,他参演的一些如热带风暴,三八线等都是充满真能量的剧集, 他凭着精湛的演出,使得戏剧形象深入人心,在剧中他绝大多数演一些遗憾类的角色,所以他的戏录已经受限于抗日神剧的角色了。 第二位张子剑,其最深入明星,被一角是《敌人节》里的李延芳,他在其中精湛的演技和高强的武功都赢得了大众的喜爱,这个角色也使他走红了起来,在走红之后他揭拍了许许多多抗日神剧,可以说抗日剧里他的出现次数都是数一数二的。 直到他出演了,直到他出演了英雄剧里的燕烧音一角,点定了他走上抗日神剧道路的基础,论抗日神剧,他排第二,恐怕没人改正第一了。 观众们纷纷表示,看到抗日神剧里有他的话,就想要转台。 再来说说余震,他是大家公认的实力派演员,气质有理到外都非常好,大家都对他十分的熟悉。 其主演的电视剧数不胜熟,但自从出演了《海狼行动》这部剧后,他便陷入了眼抗战神剧的道路,许多网友都封去的调侃,他在剧中所杀,得法派人物一类继承千少万,使得他在人们心中形成了良好的形象。 当看过他的剧的人都知道,全都是以诋毁那些敌人来巩固自己形象,所以使得观众对他的喜爱渐行渐远。 最后安利一部抗日神剧,这才是堪称经典抗战神曲,他的名称是抗日齐霞,其中有一位演员便是王新军。 他的来头可不小,秦海陆的丈夫正是他,王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位太极高手。 早期他大多数演一些硬汉的角色,随着G203出演了抗日神剧抗日齐霞还有独立纵队等,早就了他在此道路上成为不可多得的演员。 虽然他们参演的一些抗日剧与次遭到大众吐槽,但一点都不影响他们在抗日神剧道路的发展,一起精湛的演技还是备受肯定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